三個禮拜講成過 我們大概重複的重點是在零售 就是重複的估計 在估計裡面中的估計 定期盤全市之下 它顯成的估計的方法 那兩個方法其實在五出發的時候 就已經過了 直到的動態 其實零售下方的時候 多了很多的條件進來 就是多了很多的交易型態 或者是交易的狀況發生 那在零售下方的下座 並不經常做 就是上個禮拜也不要再做 那其實第六章呢 它有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呢 其實放出了一些禮貨 那所以呢 我今天用比較短的時間帶過 到時候這個也忘記了 然後比如說A又沒有講這些東西 大家東西都忘了 那兩個議題呢 一個是這樣的 230 231點 也就是說期貨存貨 好 期貨存貨 它的盤點 它盤點呢 是不是眼見微平呢 沒有看到的東西都不算呢 還是所有我看到的東西 都算是我的存貨呢 所以呢 我們在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呢 比較簡單的一個判斷依據 就是所有權 如果這一批貨 所有權不是你的 不是公司的 雖然放在公司的倉庫裡面 還是什麼 還是這個還是別人的東西啊 因為所有權不是你 不是公司 所以呢怎麼樣看來是你的題目 最容易的一個標準 或者是一個準則 就是你擁護擁有它 怎麼叫擁有 也就是說你有肥定賣或不賣 你什麼價格賣 也就是財產這裡有所有權 所以呢如果你是 就算是個成銷品 也就是說呢 我最為被別人委託來銷售的 這種叫做成銷品 那成銷品所有權是寫的 氣銷人的 所以呢 這個成銷品雖然在我的倉庫裡面 但是它不是公司的商品 所以公司沒有對它擁有 所有權 當然它卻不是公司的存貨 那另外一種 相對之下我剛剛講 氣銷品 氣銷品呢 東西不在我的倉庫裡面 也不在公司裡面 我呢 是委託到哪裡 委託給寄一下 我那個成銷人了 所以這個不在公司裡面 但是所有權是公司的 所以當然是算是公司的存貨 好 再來是再度商品 再度商品呢 最大的就是 要留意到的是 它的交貨條件 如果是啟運也交貨 換言之 只要啟運呢 所有權就離開到來 8分鐘 如果是目的地交貨 那在並縱途中 或者再度商品 所有權還是賣方的 雖然它還沒有 也雖然不在公司的倉庫裡面 但是 因為所有的公司的出資 在盤點的時候 雖然沒有辦法盤點 包括它實際上的數量 但是它還是公司的存貨 這個還是算公司的存貨 要留意到這個 因為這個存貨的所有權 或者是存貨的借利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好 那再來呢 物理兩載在十二頁 不買回協定的銷貨 我東西賣給你了 好 我東西已經離交了 已經賣給你了 雖然所有權已經離交了 但是呢 在買賣簽訂合約的同時 買賣雙方 除了簽訂買賣合約之外 還加了一個合約就是什麼 賣方 經過如果乾淨之後 有買回來的義務 這個叫做什麼 不買回協定的銷貨 它這種銷貨 形式上是銷貨了 但是實質上有沒有銷貨呢 沒有 因為公司呢 賣方還要把它買回來 它情侯它就沒有賣嘛 因為它有協定 沒有做進去 你是不可以的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那這種銷貨也不是真正的銷貨 它實質上有一點什麼意義呢 就是實質上是什麼 賣方 就是買賣合約上的賣方 把它的商品當作是什麼 借款的底價點 所以實質上它是一個什麼 借款的這個等值 它是有融資的性質在裡頭的 所以這就告訴你說 如果像這種情形的話 那在我們232點第三點的 告訴第二行 不願列銷貨收入 你竟然不能列銷貨收入 那因為你就是拿到錢了嘛 但你就是借現金帶你的什麼 借款 好 如果沒有拿到錢 就借現金帶短期借款 好 那你的存貨竟然沒有實質上的賣出去 好 所以呢 存貨還是你的存貨 就沒有銷貨成本 那記得沒有銷貨收入 就沒有銷貨成本 好 這是一個什麼 相規定的 沒有收入就一定有成本 你如果沒有承認收入 沒有收入的事實 就不會有成本的發生 所以這邊就講說 雖然是一個賦買回協議的銷貨 好 其實現在是銷貨 但是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融資的性質存在 那個經濟事實就是借款 所以你就不能承認銷貨收入 那不能承認銷貨收入 當然就不會有成本的發生 那既然沒有成本 存貨還是在公司裡面啊 還是在公司的 好 那只要註明什麼 要註明一下這個基地 存貨底極壓借款的事實 因為我剛講了 這存貨就相當於是剛保密 那第四種是高退貨率的銷貨 這我們也要先去看看一下 高退貨率 什麼東西是高退貨率 要想想看啊 什麼東西 什麼樣子的東西 商品 它是屬於高退貨率的 你先去想退貨的問題 什麼東西會有退貨 而且事實上 就是必然會發生的 什麼東西一定會有退貨 你現在眼前想到的商品 什麼東西會有退貨 我不要講這個口義的問題 大家看你肯定的有一個 這個不是常態 我們講的常態會發生 有退貨 哪一種 衣服 為什麼會退貨 不是常態性的 就是 有退貨的事實存在的機率是很高的 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東西 你想說你不買 你買進來 或者是說你批貨進來 像剛剛之前講的 我批貨好了 那批貨當然有兩種啊 你是代銷還是買斷 好你代銷 那也沒有退貨的問題 因為我幫你賣嘛 沒完我是還給你而已啊 我是代銷就是什麼 像企銷全銷的概念 那如果買斷 就我買斷還進來了啊 我那時候不好賣賣不出去 那是我眼光不好啊 就選上不好的東西消費者不買啊 所以你也基本上是不會有退貨 好 基本上 但交易條件可以各式各樣 你是原則上 我覺得這種是很容易 因為發現你低所當然可以退貨的 什麼樣東西呢 薛家衛來了嗎 薛家衛 薛家衛 他跟我講說 他一定上課不會打瞌睡 結果他就沒來 好 好 你有來 好 那你說一下好了 好 你知道我的問題的問題嗎 好 你知道 好 顏德順呢 你有來 好 在那裡 因為我想說你上次在那裡 那你說 你當然看一下喔 什麼樣的商品 不知道 不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講 好 有沒有什麼人可以講一下 你認為什麼樣的商品 最最容易產生退貨的情形呢 因為我最近 看我有很多空白的筆記 感覺的 計算值好不好 所以 沒有誰可以講 這個還蠻厚的 這是 紮紮銀盒的 比較還不錯 什麼商品 你現在想像得到 他會發生退貨 你每天在去買東西的地方 這個地方買貨的東西裡面 有一些東西是 他只要賣 沒有賣出去是 必然是可以推貨 蛤 教科書喔 教科書 那也是啊 可是 可是他是一學期的欸 一學期怎樣 一學期才一次 基本上來講 像 他有分啊 好 我記得 我後來感覺到他們 像不問你去訂書的話 他說如果你是那個 原文書 他是不給你推貨的 你需要跟他本來幫你訂 所以不問來講 他只是訂貨 他也不賺 他中文書的話呢 他是可以退貨 可是等於是什麼 他也不叫退貨 也許 當然那種交易調整 他沒有退貨 他也可以擺在家上啊 我想說 這一定有一些東西 也是很容易看到的 什麼東西 牛奶 好 當然一個牛奶也是 好 經常一個呢 更容易你每天都一定看到的報紙啊 你報紙 咦 你今天會去超商買昨天的報紙嗎 基本上是不會吧 昨天有什麼大特別的新聞 你想要 你想把它留存下來 要不然的話 基本上你是不去 但報紙的東西是過了 還是什麼 那就可以退貨了 退位給報社 或者是有期限 就是說週刊 然後每一週會出來的 這種年齡可能會什麼 譬如說上個禮拜 週刊的 這個禮拜還有賣 還沒有賣 我就會有辦法退貨 所以像這種 這種是最容易最常見到 會退貨的 所以這種退貨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好 那如果是高退貨欲 也就是說我 譬如說好了 像報紙是可能還好 因為每家門市可能他這個 大概故意像說 他每一天他會賣週刊 這樣 所以可能他會賣十份報紙 他可能訂了十二份 那最終他或許退了兩份或三份 好 就是可能 好大致的情況可以呼 但是有些狀況的其實是滿難呼的 譬如說 好我覺得最常看到應該是地圖 那個地圖呢 可以像這個街道常常在拓寬啊 好 或者是尤其是比較偏遠的地方的 那個滑路 像 像高雄市區 其實他有很多 新興開發的區域 比如說像 未來低修學校的那個校舍 大家也沒有去看過嗎 好 如果已經過了道任務 你去看中間大學 他有個校舍 或聽起來好像是 嗯 目前的公里可以嗎 但是那個框在周圍 大概那個 不能說三百公里 三百公里地方太遠 大概周圍一公里之內 是沒有任何住戶跟商家的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來講這個 像原古地區就開發了很多的新的道路 好 所以有時候呢 就像用那個 Google Map 可能update的速度快一點 那如果像那個有些什麼 灰心導彈 我們常常用灰心導彈 有些是因為他開了新路以後 他自己沒有更新 好 所以像這種的話 像地圖 有這種就很容易 但是地圖呢 你製作了之後 你不曉得多久 他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 所以呢 這個退貨呢 它很高的退貨率 但是這種退貨 你其實是沒有辦法去估計的 你現在先進了一千元的特徒 一百本金 才到手裡能夠多少 所以像這種高退貨率的消貨 如果它的交易怎麼做 基本上要看 第一個 如果 兩種情形 如果你可以估 好 它雖然是高退貨率 但是我可以估計出來 但它的退貨率是30% 也就是說 雖然是高退貨率 但是我可以估計的出來 它的退貨率的話 那我依然可以承認消貨收入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估計 那你就先不要承認收入 等到退貨期間過了 你確定你賣了多少了 你再承認你的消貨收入 那換言之 我一直在講喔 你能夠承認消貨收入 才必須承認你的成本 如果你沒有辦法承認你的收入 就是說你事實上 不能承認有這個消貨的事實的話 事實上你就是什麼 不會有消貨成本的發生 所以這個觀念你要自己有 這是一個相對應的關係 所以像這種他說 如果說第一種可以合理的估計的話 那我就可以什麼 在出貨的時候就承認消貨收入 那當然既然可以承認消貨收入 我就可以承認消貨成本 那退貨的時候當然就是什麼 就會把成本收回來 這是基本上我們的處理方式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合理估計的話 我就暫時不認定消貨收入 等到這批消貨收入 這批消品還是賣方的 等到我退貨期間借滿了 退貨的金額確定之後 再來承認它的收入 好這是高退貨率的銷貨 那分期付款銷貨 分期付款銷貨 基本上分期付款 所有錢已經移款了 只是買方付錢的方式是分期付款 所以基本上分期付款的銷貨 它也是什麼 正常來講 它也是跟一般的銷貨是一樣的 只是它收款的時間比較長 好 所以這種分期付款銷貨 它都連則上 分期付款銷貨只是收款行業較長 好 那如果它的賬款收回有不確定性 比較高的話 那你當然就 你就要合理估計出比較合理的 待賬費用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 分期付款銷貨 連則上也是跟一般的銷貨一樣 好 只是說因為它收款行業比較長 發生待賬的機率就比較高 因此你承認的待賬率就會比較高 就是這樣而已 好 所以只要是合理的估計進來 合理的估計 可能收付回來的金額是多少的話 它就要呈現消貨收入及相關的成本 跟待賬費用 好 就是非期付款銷貨 那當然存貨的錯誤 當然我們講那麼多 重點就在於 我們要講如果你存貨 發生錯誤的話 那錯誤兩年之後會自動充正 好 因為今年的期末存貨錯誤 會影響明年的期出存貨也會錯誤 那明年的期出存貨錯誤的話 當然明年的這個下一個年度 下一個年度的消貨成本就會錯誤 消貨成本就會錯誤 消貨成本錯誤毛利就錯 毛利錯本期金額就錯 但是如果那個下一個年度的結賬之後 它就自動充正了 好 這是一個關於存貨錯誤的問題 那後面你自己先看一下 好 這是那事例二 你認真看一下它的例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三 這個236頁 例子我都不講了 236頁 事例二你自己看 別看你存貨錯誤的話 那你要記得我自己講一點 就是你要特別知道 你要腦筋清楚去 如果依所有權來判斷 好 那這是第一個 好 存貨怎麼決定 依所有權來判斷 好 再來第二個 再度商品呢 再依所有權來判斷之外 你要記得 如果你還會 你已經什麼 所有權已經移轉了 如果你是賣方 就可以承認消貨收入 如果是賣方 你就要承認你的進貨 或者是你進貨這一家的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在事頁 你就要特別去看一下 然後再看一下呢 存貨的評價 就是期末的問題了 好 期末的評價呢 我們的存貨評價要採取 靜電線價值 成本與靜電線價值數低法 那成本沒有問題嘛 我們前面講的成本有種怎麼設 你是先進先出還是平均成本 還是個別認定法 就這樣決定你的成本 那再來呢 我的期末評價的時候 我的靜電線價值怎麼決定 什麼叫做靜電線價值 就是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好 運收賬款的靜電線價值是指 運收賬款的減費比呆帳 運收賬款的靜電線價值是指 運收賬款減掉費比呆帳 存貨的靜電線價值是指 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好 所以呢 我們存貨的期末評價是 採取成本與靜電線價值數低法 所以剛剛已經講了什麼是成本了 根據你的成本有種假設指定出來 什麼是你的靜電線價值 就是你的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要有靜電線價值 好 那我們評價的時候 當然如果我的成本低於這個靜電線價值 那換言之價格這個是你先賣的話會賺 那這種的話未實現利益我是不承認的 好 這是我們的問題 這個所謂的審慎性 那如果說呢我的成本是高於靜電線價值 我就要承認存貨價損失 好 存貨價損失 就是它的快遞處理方式有兩個 好 一個叫做直接法 一個叫做備抵法 所謂的備抵法意思是 當我承認我的存貨疊價損失的時候 我是借存貨疊價損失 代計備的 好 存貨疊價損失 這是備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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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只有備抵法 這個吸吸滿容易去認定它的 好 另外一個叫直接碼 或者叫直接通銷碼 當我發現成本低於成本高於靜電線價值的時候 我借存貨 你該搜尋 這樣就來看 你看它的內容 這邊是列價整齊 這邊是列價整齊 我少使用 我就是簡單一點 我就是簡單一點解決定是一樣 列價整齊 列價整齊 代計 為何 就這樣了 別可能 有不同 不同在於你的代方科目怎麼寫 你好 就這樣了 我就是直接把這個疊價 從我的存貨的成本扣掉 那背底法呢 我是沒有直接代替存貨 我用一個背底存貨 疊價的準式 那存貨背底存貨的準式是放在什麼? 存貨底下 它是存貨的減項科目 好 所以它只是這個科目上面的不同而已 好 那再來看一下 存貨疊價損失背底的科目 好 我剛剛先講代替嘛 代替的科目怎麼寫 然後影響是什麼? 如果直接代替存貨是最簡單的 存貨值最減少 那背底存貨疊價損失 基本上那就是什麼 存貨的減項 好 所以這兩種表達方式 在你的資產負債表會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一個只是直接從存貨把它剪掉 一個是把它列在存貨的 下面大概剪一下 但是它的進額也是怎麼跟直接扣掉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說了這兩種寫法 在資產負債表是完全一樣 然後呢 再存一兩了 一定也完全一樣 因為你的資產負債 疊價損失 都是損益表的科目 損失嘛 損益科目當然就是損益表的科目 然後這個科目放在損益表的哪裡? 放在損益表的哪裡? 好 這個科目放在損益表的哪裡? 消貨成本 營業費用 其他省印 營業外省印 消貨成本 好 這是我們在第二章其實 在講綜合屬意表的中 也有講到 國際會計準則已經非常明確的規定 存貨疊加損失 是消貨成本的加項 成本增加了 所以這個是特別留意 好 它的帳戶處理 你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當然 一開始是這樣寫 差異在這個地方 對於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其實是都一樣的 但是隔年度 這樣做的時候 你要特別留意囉 好 這個貝底的期 貝底那麼原則上 給大家種處理方式 一種方式是 期末 每隔年年初 我就先去衝 把孩子調整 就是借貝底出貨 帶存貨 另外一種是我期末的時候 再去重新估計 我的存貨疊價損失 有沒有增加 有沒有減少 好 如果我存貨的那個疊價損失 是有貝底的金額沒那麼大了 我可以存在什麼? 同我為生意的 好 這個在我們的勢力三 其實是有提到的 好 剛開始成日的科目 是很簡單 就這樣 但是後次的書籍要怎麼做? 好 今天是在勢力三 它其實都是很困難 就是很廢戶的科目 就是期末要去做同性估計 好 贝底家是每一年都要做的 好 贝底家的科目 可以告訴我一下 如果貝底的話 期末要怎麼做? 就是隔年度的 假設第一年我承認的貝底比較可惜 第二年 好 這樣子好了 我們假設說第一年我的存貨 您還會忘記收攬費用的 您想知道 您說到第一年有多少70分 您還會賺取到 如果您的晚餐和我可以跟你辦 您請您想看看